哈嘍大家好 我是Dunlow又到每週Steam特價推薦 我怎麼感覺時間過好快啊 彷彿夏季特賣是上個禮拜的事情呢 那在這週遊戲都挺療癒的 還有狂我挺推薦的 是狂會有叫聲的鳥鳥遊戲 那我們就來看看有哪些作品吧 Heading Tatis 原價328元折扣35% 歷史新低213元 評價530篇左右的極度豪評 自走其加上卡牌類型的趴塔類ROG遊戲 其初玩家能夠選擇三位主要英雄 每個英雄都有各自的進化之夜 選擇不同也會導致人用的套牌 士兵 技能等都不一樣 NALFA就跟一般的爬塔遊戲差不多 能夠選擇不同路線來前進 途中遇到商店 隨機事件 休息地等 都能強化 捨棄 獲得新的牌組 而進入戰鬥環節 這時就會換成自走期的玩法 我們可以排兵布陣 確定好之後就讓他們自動打 而每過7秒 就會刷新牌組以及費用點數 這時就能丟牌來攻擊 或者對我方施展防禦等效果 這過程都會是暫停的 那牌丟完之後就繼續自動攻擊 就這樣形成一個週期 那勝利之後就會獲得好力選擇 金錢 道具以及新的卡牌 來增強這一局我方實力 那輸了也沒關係 這過程所獲得資產能夠永久強化自身 就這樣持續冒險到最後 而LITTLE TO THE LEFT 原價228元 則扣30% 歷史新低187元 評價為將近4000篇左右的極度好評 是款給強迫症玩家玩的收納模擬器 這裡邊有隻可愛的貓咪 把家中所有東西都打翻了 這個景象讓家中央媽的我感到心有欺欺人 很無奈 但也沒辦法整任命的來去整理 於是乎每個關卡當中都有一個既定的規則 一定要遵循你的直覺 找到這個規則來整理 像是從小排到大的堆放 從大跌到小的放置 跟著圖案來排列等等 因此這款雖說是整理模擬器 但卻是參了點解謎的作品 那如果真的想不到該怎麼整理的話 本作也有提示 因此可以放心遊玩 那有趣的地方是 遊戲有做隨機事件 有可能整理到一半的時候 貓咪突然跳進來 把桌上所有物品都用得一團糟 讓你重新排列組合 很無奈 但也沒辦法 只能任命 Polmanty的Source 原價328元 折扣50% 歷史新低164元 並價3100篇左右的極度好評 是款自禁於惡靈古堡 與沉默自秋的恐怖遊戲 玩家將操控身為卡羅因沃克 有天收到來自加拿大醫院的信件 裡面有張兩位小女孩的照片 但背面卻寫著 你覺得你可以就這樣把我們拋棄在這裡嗎 至那此之後 那海中牢牢記得那兩位女孩 想忘也忘不掉 睡也睡不著 於是沒辦法整前往這間醫院調查 但來到此處 卻被人打暈 在深夜中醒來 全身刺裸在浴缸裡 嘴裡含著破舊的醫療設備 就這樣獲得了短暫自由 而經過抽屍剝繭 發現這邊竟然是個廢棄醫療實驗基地 途中會遭遇變異的怪物 與各種靈異事件 那遊戲大多場景是採用固定視角方式來遊玩 體驗起來的感覺 彷彿像是優化版本的惡靈古堡初代 那我們也能穿越鏡子來到另外一處表裡世界 就像是沉默之秋一樣 如果喜歡這種懷救玩法的恐怖遊戲 那這款你就可以試試喔 Patch Quest 原價368元折扣50% 歷史先低184元 評價15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這款結合了Lane和戰士的魔城 寵物養成、基地建設等的ROCKLINE遊戲 在很久以前 自然界被牢牢的縫合在一起 直到大災難降臨 導致世界被分裂成許多拼圖 隨風飄散 於是身為探險家的我們 將到處冒險探索 那在這個世界 玩家可以捕捉超過50種的怪物 捕捉方式挺好玩的 就是丟出繩索圍繞著它兩圈 就能收服成功當作做棋 但一旦被攻擊 就會偵脫開來 那每種怪物都有3招小技能以及1招大絕 也有BOSS戰可以挑戰 那這個世界有13種生態區 叢林、山丘、火山、沼澤等等 而這過程我們能收集場景上的物件 來佈置在地圖獲得一定的加成 像是佈置天氣線珊瑚 居然在這地區獲得最大生命值 那這一局輸了也能解鎖天賦技能 來讓下一局獲得更強能力 這款舒壓快樂輕鬆 但又充滿挑戰性的作品 腦寒原呢 原價819元折扣75% 歷史新低212元 評價也將近8000篇左右的壓倒性好評 這款第三層動作敘事遊戲 主角Rice將進入一個個精神病人中的腦內世界 找出精神疾病的源頭 幫助他們走出陰影 因此我們也能了解到畫面會如此奇異的原因 遊玩各種體內機關 腦扁條線等的關卡 看到五顏六色的迷幻場景 就是因為病人腦海中有個源頭存在 那主角可以使用8種能力 分別是漂浮、時間緩速、燃燒術等等 來幫助我們打倒怪物、通過關卡 那有些難度偏向簡單 畢竟主角是以劇情為主 開發團隊利用場景的變化 來強迷地敘示出精神世界 當焦慮發生時 我們會遭遇何種危機 抑鬱的內心又會是如何 這些我們都能見識到 此等嚴肅的話題 遊戲用完的方式來表現 而不是長篇大論的說教 並結合了誇張的幽默感 讓我們感受著溫馨故事 Winzpan 原價318元 折扣50% 歷史評低159元 評價將近61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10款之後類型的卡牌遊戲 根據場面分佈 分成森林、草原以及私地 就這樣獲取失誤、聖誕補充卡牌 遊戲目標分成4個大回合 每回合都會有任務 像是比看誰鳥蛋多 七夕速動鳥類誰比較多等等 那遊戲結束還能點開圖件 看看鳥鳥的分布地 聽聽鳥鳥的聲音 學習一下鳥鳥的姿勢 還會有鳥鳥動畫 對於科普這環節非常不錯 不過這個遊戲規則很複雜 一環接一環的 簡單來說比看誰更會營運 我會建議如果你是喜歡賞鳥的玩家 直接實際下去玩會比較容易懂 挺不錯玩的 一局跟電腦玩約莫30分鐘 那遊戲有桌遊跟線上版 桌遊可以面對面搬甘情 線上則有鳥叫聲還會動 就看需求購買 異世界フロントライン 原價為82元 折扣30% 歷史性低57元 評價以761篇左右的大多好評 不用補丁、動態CG、遊語音、潛水區 主角因為意外傳送到另外一條時間線 在這個世界中 所有男人都被病毒入侵 變成了指揮男子女人的殭屍 而男主就是這世界上唯一的男人了 那起初因為劇情是記憶翻的關係 以及遊戲CG被抓到的部分是用AI算圖 所以評價並不怎麼好 但開發團隊都有在改 在持續的更新下 近期評價回歸幾度好評 NALFA就是吸血鬼獵人類型 以遊戲性來說算是挺不錯玩的 但有些CG是必須得要特殊戰敗才能獲得 因此需要花點時間摸索 那就我個人以使用者來說 我並不介意是不是AI算圖 能夠用對我來說就是款好黃油 那這款美術很棒很對我胃口 尤其現在又是歷史新低 就以銅板價的價格來說 太值了所以非常推薦 Sriyo Cleaner 原價398元 折扣90% 歷史平低39元 評價780PM左右的幾度好評 4款2D潛行遊戲 主角是一名清潔工 專門幫連環殺手清理犯罪的現場 玩法很簡單 這個過程會有許多警察 在周圍巡邏 你得要躲過他們的眼目 收回證據 帶走屍體 整理環境 讓我們可以開啟地圖 縱觀整個大局 看看還有哪些地方可以躲 還有哪些屍體還沒整理的 那這些警察分成許多類型 有只會追向你的 還有看到你會吹哨子 呼叫其他人圍捕你 到了後期 甚至只要驚動一次 就會持續保持警戒的警察等等 那我們的反制手段就只能躲起來 或者是移動物件來改變警察路線 設計機關發出聲音來吸引警察等等 到了後期也會有捷徑讓門左右逃跑 是款輕鬆小品的獨立遊戲 好了 這期特價就到這邊附上藍人包資訊 最近我在YT上看到有個採訪影片 說你認為的三款動畫神作是哪些 我認為我的三款神作是 天原突破 好的